中国互联网协会 入围百强榜,今年排名月升至第36位,相比去年提升了11位,阿里巴巴集团,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,百度公司,京东集团,网易集团,西朗公司,搜狐公司,魅团点评集团,360科技有限公司,小米集团为列榜单前失敲,近几年来,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,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,全国共有27家企业,连续5年入围互联网百强,新增百强企业年均35家,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研究工作自2013年开展以来,每年一次,至今已举办6届,网楼成为连续6年入围百强榜单的少数企业之一。 报告显示,2017年,互联网百强企业的研发投入突破千亿元人民币,达到1060.1亿元,同比增长41.54%,平均研发强度达到9.6%,比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至7.48个百分点。 研发人员达到19.7万人,研发人员占以19.4%,成为高新技术创新人才的极具高地。 今年,互联网百强企业聚焦创新引领,转型融合,产业服务等方面,主要呈现出6大特点。 一是整体规模显著提升,大象快跑动力不减,二是应用场景不断丰富,消费互联网促进升,活品质提升,三是研发投入突破千亿,核心技术挺进国际第一方阵。 四是精工技术产业互联网,累计服务企业近三千万家,五是独角售企业高速增长,出海竞争率持续提升,六是中西部互联网业务收入超300亿,助力区域经济大发展。 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,是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互联网企业评价榜单,已成为评价我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品牌。 是政府了解我国互联网领军企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渠道,关于网龙网络控股有限公司。 网龙网络控股有限公司,香港交易所部分代号777,是全球领先的互联网社区创建者。 公司成立于1999年,是一顿互联网领先的研发力量,多年来成绩斐然。 包括自主研发著名的旗舰游戏模具,征服和英魂之刃,建立网络游戏模糊17173COM,打造智能手机服务平台915线。 作为中国海外拓展的先驱,自2003年开始,网龙已在多个国家自主运营旗下多款网络游戏,并在全球推出超过十种语言版本。 近年,网龙发展成为全球在线,及移动互联网教育行业的主要参与者,凭借其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及运营之时,打造创新型的教育生态系统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